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安装Windows 7 在安装Windows 7之前呢 我们要先准备好下面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主机版的说明书 第二个是主机版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光碟片 第三个是Windows的安装光碟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先准备好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主机版的说明书 我们在安装Windows 7之前 我们要将BIOS设定为光碟开机 如果你的主机版说明书已经遗失了 那就请你到你的主机版的官方网站下载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主机版的型号 还有是哪一个厂商制造的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主机版的型号的话 如果你的电脑是组装电脑 那就请你拆开左侧即可 就可以看到主机版的型号了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电脑在每日开机的时候 在黑白的BIOS开机画面 它会秀出厂商的名称和主机版的型号 如果你的电脑是品牌电脑 像华硕、技嘉、维星 这个时候不论你的电脑是笔记型电脑 还是桌上型电脑 都请先询问原厂 看看原厂有没有帮你做还原程式 或者是还原光碟 如果有的话 请用原厂帮你做的还原程式 或者是还原光碟 来充管你的Windows 绝对不要用我这一篇教学 来充管你的Windows 我这一篇Windows的充管教学 只适合组装电脑 或者是你的品牌电脑是空机 或者是你的品牌电脑是Windows8 要改成Windows7的才适合 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准备 主机版的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光碟片 因为我们灌好Windows7之后 Windows7不一定有内建你的主机版 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驱动程式灌进Windows 来让你的Windows认识你的硬体配备 这样子才能够让Windows驱动你的硬体配备 这一篇我会用虚拟机来跟各位讲解 如何充管Windows7 首先我们在BIOS设定好光碟开机 现在电脑正在读取Windows7的安装光碟片 我们让它跑一下 因为我是用虚拟机安装Windows7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时候画面跑得很快 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 大约只要10秒钟的时间 但是如果各位在家里试用光碟机 来读取Windows7的安装光碟片 那大概要花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用预设值直接点选下一步 或者个别选择也可以 要安装的语言 这边只有中文繁体台湾可供选择 时间及货币格式 我们一样选择中文繁体台湾 键盘输入法 这边可以按照你的需求选择你想要的输入法 比如说苍结、新注音都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按照预设值 选择中文繁体美式键盘 选择完之后按下一步 按下立即安装 将左下角我接受授权合约的地方打工 按下右下角的下一步 这个画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升级 第二个选项是制定 那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升级 升级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的电脑里面已经有XP 或者是Vista的作业系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一片光碟片 来将你的作业系统升级到Windows 7 可是我不建议用升级的方式来逛Windows 7 因为如果你现在的电脑里面已经有病毒了 那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会将病毒也带到Windows 7里面 还有一个可能是 比如说你现在的应用程式 只支援你现在的作业系统 但是它不支援Windows 7 可是这个应用程式 它在开机的时候 就会自己启动执行 那就有可能在升级完之后 造成Windows 7的不正常运作 或者是升级完之后 不能启动Windows 7 所以我建议用制定的方式 将硬碟重新格式化掉 用干净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重新安装Windows 7 这边我们可以做硬碟分割的动作 我们可以在这边 将硬碟分割成C槽、D槽、甚至是E槽 那很多人会问 C槽到底该割多大会比较好 其实这个要按照 个人的使用者习惯而定 有些人适合C槽大一点 有些人适合C槽小一点 这没有一定的 但是我建议各位 C槽最好不要小于100G 因为按照现在的使用者习惯来说 我们大部分会将资料暂存在桌面上 像音乐、照片、影片、公司的重要文件 或者是学校的功课 我们都会将这些资料暂存在桌面上 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整理 那这个时候如果C槽太小怎么办 假如说我们现在将C槽分割成60G 那我们逛完Windows之后 还要逛Office、逛防图软体、逛压缩解压缩 甚至是逛游戏 那这些全部逛完之后 其实已经占了硬碟容量3、40G了 那剩下的空间 还要储存这些资料的时候 当C槽的剩余空间 只剩到1、2G的时候 那Windows就会越跑越慢 所以我建议各位 C槽最好不要小于100G 如果你的硬碟够大 甚至在100G以上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的硬碟大小是500G 但是你在你电脑上面看到的可能只有400多G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这边是用虚拟机去做建立硬碟的动作 那你的电脑是实体硬碟 所以会有落差 当然你会问 我买的是500G 为什么现在只有400多G 这是因为Windows对硬碟容量的计算方式 跟硬碟厂商是不一样的 Windows的一个单位是1024 比如说1GB等于1024MB 那2GB就等于2×1024 等于2018MB 10GB当然就是10×1024 就等于10240MB 那剩下的就是以此类推 但是硬碟厂商对硬碟的计算方式是 一个单位是1000 那你对比到Windows这边 就相对会减少很多的硬碟容量 如果以一个500G的硬碟来说 大约会少了30几G的容量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做分割硬碟的时候 用的是Windows的计算方式 接下来我们让它自己跑 它会跑上一段时间 那因为这个时间很久 所以我会用快转的方式来带过它 那各位也可以在快转的画面当中 看到它经过了什么样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输入你想要输入的使用者名称 选择下一步 在这个画面输入你的密码 第一个空格和第二个空格都要输入 就是总共要输入两次 第三个空格是输入密码的提示 比如说你的密码是手机密码 那就可以输入我的手机 但是我现在并不想输入任何的密码 也可以用空密码 然后直接点选下一步 这个画面是让你输入你的正版光碟的产品金钥 输入完之后下面这个地方 当我在线上时自动启用Windows 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勾 因为当我们逛完Windows 逛完驱动程式之后 Windows只要能够连线上网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跟微软核对产品金钥 并且启用Windows 当然我现在是做给各位看 所以就不输入Windows的产品金钥了 选择下一步 这个画面是让你选择Windows更新的设定方式 如果你想要微软提供你最大的安全保障 你就选择使用建议的设定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已经会重灌Windows的 那像我是不愿意让它做更新 因为它更新的越多 Windows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所以我会选择稍后询问我 当然你的电脑要由你自己去做选择 在这里我选择稍后询问我 这个画面可以选择时区日期跟时间 我们的时区选择台北 日期跟时间看一下正不正确 如果不正确就修改 正确的话就选择下一步 这个画面我们要解释一下 如果Windows现在有抓到你的网路卡的驱动程式 才会出现这个画面 如果没有抓到你的网路卡的驱动程式 是不会出现这个画面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画面 一律选择公用网路 那这三种设定的方式 它的区别 我们要等到接受网路方宁的时候 再一起解释 现在选择公用网路 好 现在电脑呢 再设定你的桌面 我们让它跑一下 等到进入桌面的时候 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动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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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先不要高兴的说我的Windows已经换好了 因为你还没有换好驱动程式 那怎么样换驱动程式呢? 因为每台电脑的主机板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不一样 所以每台电脑的安装方式也不同 这边我只用虚拟机器来安装给各位看 当然大部分都是将驱动程式光碟片放进光碟机里面让它读取 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 如果你没驱动程式光碟片 那就只好去光网上抓了 感谢观看 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们下周重新开机就可以正常的使用Windows了